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m 歡迎你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和投資的知識 歡迎大家去Subscrib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認為近期直播率頗高的一個股票版法 雖然香港已經過多月沒有一些確診個案 但澳門的政府一直在改口風 依然還未落實到什麼時候可以替通關 在四月份就說香港連續14天清零 就可以減化通關的流程 但到六月中又說要連續28天清零才行 到我們真的做得到的時候 澳門又說要跟內地的部門溝通 再考慮通關的安排 令整件事給我的感覺 就是澳門的政府不想沒有任何風險 去放寬這些措施 是想一直拖下去 希望通關的安排是越遲越好 但目前去到這個地步 香港已經是連續這麼多日清零 他們這樣拖下去其實已經是說不通 所以除非香港又爆發一些本地的確診個案 我相信澳門政府會很快公佈一些放寬的入境措施安排 到時我們就真的可以 開心暢遊在澳門 經典手信最香圓 當然去得到澳門 就要去到他們的賭場 去參觀一下 上面就玩一兩手 所以當澳門和香港通關的時候 我相信對豪島股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所以今天就想特別集中說說這個版塊 其實以豪島股來說 我個人認為買的這類股票 都是以投機性為主 主要都是插回一些高低波幅 就例如金沙和銀河娛樂的股票來說 近這幾年的股價 就是在這些區間位上上落落 沒有實際的長線上升升幅 所以正如剛才所說 這類股票都是適合給一些中短線的投資者 去賺一些短期股價的波幅 而股價缺乏長線上升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澳門的博彩業 在這麼多年來 都基本上沒有什麼增長 根據澳門政府在博彩行業的統計數字來看 其實澳門賭場自從在2013年 錄得超過3600億的總收益之後 在這麼多年來都已經突破不了這個數字 而在2020年 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澳門的博彩收益就跌到大約600億左右 但隨著澳門的疫情已經受控 再加上已經跟內地通關了一段時間 相信澳門的博彩業 最壞的時間已經過了 而下一個催化劑會是跟香港通關 而因為近期香港整體市況的氣氛 都不太好 那些博彩股票都回到不少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些短線的操作的話 我認為這類板塊的直撥率是挺高的 而這一刻 就可以在這些比較低的位置 開始是部署下 那當香港通關的消息是公布了的時候 那我相信這一類的股票是會有一定的勝負 但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博彩股 都有不少一隻 那投資者又應該集中投資在哪一隻呢 就以我個人來說 我會選擇一些龍頭的博彩股 而澳門最大的兩間 就是金沙1928和銀河娛樂27 目前澳門總共有6個賭牌 意思就是說所有澳門的賭場 都是由6家博彩公司去營運的 而根據2019年博彩收入的市佔率來說 可以看到金沙和銀河排在第一和第二位 他們的市場份額分別是24%和20% 但其實這些賭場的經營模式都是很類似的 除了賭場的收入之外 其實還有賭場附近的商場、酒店房和餐飲等等的收入來源 但當然賭場的收入是最核心的收入來源 而金沙最近公佈的業績 就可以看到有70%都是來自這方面的收入 因為這次我講的都是一些比較短線的操作 也是炒了一些香港和澳門通關的消息 所以我認為我們要特別留意金沙和銀行 過往的股價表現 如果我們去看2020年1月疫情爆發前的最高點 和疫情最低點 去計算金沙和銀行的總共跌幅 這個圖表可以看到這兩隻股票的跌幅 其實都是很相近的 但是就看到金沙的跌幅 是比起銀行是跌多大約3% 而另外幫我們再計算 這兩隻股票由疫情的最低點 到近期的最高點 我們可以從股價的升幅 去看看哪隻股票的反彈力度是高一些的 圖表可以看到金沙就是由低位升回61% 相反銀行就由低位反大了超過一倍 還破壞疫情之前62.55%的歷史高位 所以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無論是股價的抗跌能力 或者是反大的升幅也好 這兩個數據已經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要在兩隻龍頭的豪島股裡面選一隻的話 任何娛樂會是我的首選 總括來說 雖然澳門的疫情已經控制得非常好 再加上已經跟內地通關了一段時間 但是要回到疫情之前的博彩收益來說 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做到 而近期的賭業股 都受到整體市況拖累回不少 而股價已經回到比較低的水平 再加上如果香港是持續可以錄得 零本地的確診個案的話 我相信澳門和香港都會很快通關了 當這個消息公布了之後 一定會對這些賭業股有刺激的作用 有興趣的投資者可以留意著這個版塊 而在豪島股之中 我首選會在這隻銀河雨落 最後說到股票 如果你想獲得免費一股的蘋果 獲得一勢港股免佣的優惠 和100元的超市現金券的話 就可以在賭同銀口開戶 根據下面Description的指示 輸入這個優惠碼 就可以獲得相關的營生優惠 另外我們和你讚最近就推出一份 新的免費股市月報 有興趣訂閱的朋友 可以去到Description 按下Google Form Link 裏 填你的名字和電郵地址就可以了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Account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繼續和你讚 dedATE 收藏 RN O